這個 欸 加油啊 是被誣賴的嗎 我是有吹風的 快點要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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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是被誣賴的嗎 不要擠好嗎 不要擠好嗎 不好意思 我這邊走 我沒有動 你們擋到我們的路了 你們擋到我們的前進的路了 不好意思讓他上車 不好意思 我這邊走 你們擋到我們的路了 你擋到我們的前進的路了 不好意思讓他上車 不好意思 小心小心 你擋了 你們擋一下 我擋一下 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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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哇你很厲害 不就是我擋一下 投場 你擋一下 用不見 這這什麼可能不是什麼 我擋浮 onto他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公佈這個爆料者提供給我們的一段疑似鄭文燦的影片 那麼這個影片呢我們高度懷疑就是DFACT的建選 所以我們希望剪掉趕快針對這個爆料者提供的影片 盡數的查明到底在這個影片裡面的這一位 有兩位女陪侍的影片到底是不是鄭文燦 影片中呢我們看到這位穿長襯衫的男子 以及她最後開口唱的這一句這個歌詞 我們都覺得這個DFACT的技術呢實在是太精準了 所以我們希望剪掉的單位可以好好的查 到底呢之前性愛影片如果不是羅志正 因為去摩鐵被拍到的才是羅志正 那麼呢口中去酒店唱著羅大佑的歌曲的 是不是鄭文燦我們覺得應該是DFACT 那去88會館的9號會所的才是鄭文燦 我覺得鄭文燦呢事實上不但曲解 而且已經到了硬凹的程度 因為中正一分局她是發布新聞稿 非常明確的告訴大家 這個影片呢是沒有辦法確定她有身為的可能 其實就告訴大家了 她沒有辦法確定這個影片是假的 會經過變造 那事實上就是已經非常客氣的告訴你 這個影片至少在他們來講的話 她不能說她是假的就是真的不就是嗎 然後你今天鄭文燦竟然去硬凹說其中一個什麼61.5 但是她就是沒有達到那個標準 那我認為呢鄭文燦現在就是她採取的就是死不認臟的一個態度 反正她臉皮厚然後死不認臟 你又拿她莫可奈何 但是我覺得事情發展到現在 那麼幾乎這個影片已經不像是鄭文燦自己所說的 她是經過偽造或者身為技術的變造 那麼鄭文燦最好的做法我今天早上也說她應該下台 然後離開這些國家機器的保護傘 然後真正的去面對她開坊間的影片的相關爭議 那我認為她今天自己最後也定掉了 這個影片叫做AI技術 根本就不是啊 我覺得她今天怎麼可以這樣子這個黑白顛倒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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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我們的見識單位就告訴你 她沒有辦法確定她是身為的可能性 那怎麼又講她是AI這個變造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鄭文燦就是指路為馬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唾面自乾而已 因為大家還看不到調查局的結果 結果她今天受訪就說 欸調查局小組有一個 她根本胡說八道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會 您問得非常清楚 那麼這個的辨識事實上就是由中正一分局來負責的 那麼調查局長在這個禮拜我在質詢的時候 他有很確定是說這個見識並不是在調查局見識的 就是中正一分局見識的 所以的結果當然以中正一分局所公佈的為準 結果調查局就可能有公佈結果 但是根本不會有結果 沒有結果 因為這個禮拜最後是由北檢交由中正一分局去做見識 那我所瞭解他們是利用刑事局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體系系統有 一個是調查局一個是刑事局 所以中正一分局以他為準 調查局並沒有再有什麼見識和報告 所以他不是很扯嗎 還告訴我們那個調查局 所以你有本事你再送調查局再去驗一遍吧 那我看調查局是不是也要這樣子那個 要背這樣的黑鍋然後硬說這是假的嗎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啊 中正一分局就不敢說這個影片是假的不是嗎 這件事情發生在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一位長相酷似鄭文燦的男子 彷彿被鬼上身 跑去跟神秘小姐開房間 請香港民宿專家攬帕呀 為我們解析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絕對不是鄭文燦 他在的不法師 到家的藍蝶華運有神部 他是一澳門中央有名的靖天師 這張照片對比更明顯是兩個人 左邊這張照片陰氣比較重 非常綠而且長得非常威脆 鄭文燦的肚子比較胖 髮翔莊 三歲小孩都知道不同人 娃娃那為什麼鄭天師要帶小姐開房呢 這是一種想要伏魔的方式 而且從頭到尾啟花三十秒 從走出大廳可以看到這個女人 直接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明顯就是妖女 那為什麼不是想要伏魔兩次呢 你這問題一點都不愛台灣 下一題 好的如果我們一般人 遇到妖女要怎麼解決 你就大聲喊 影像久遠經過前期不要影射 那怎麼知道影像久遠呢 王鴻威要法務部把疑似副院長的影片 查明是否違造 請教副院長看法 另外外界質疑 為何副院長第一時間 沒有否認自己是影中人 之前副院長提到 網路傳開的房間影片 有其中關鍵一段是非影中人 請教副院長的回應 我不是影中人 當然我不會知道時間地點 那檢調會去查明影片的來源 那還原剪接過程的事實 另外網路上有流傳一段影片 是政府院長和一名女子 進出同一個房間的影片 是否就是您本人 那會不會影響到您的名譽 請教副院長 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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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們只針對真偉的部分 來了解說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因為如果是假的 你一定要向大家說明啊 那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可能就要考慮當事人的想法 就不一定要做說明 那請問這個部分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跟委員報告啊 就是說 當時喔 影片喔 我們立刻做的是 有關於D-FAC的部分 是有關於有沒有這個AI 身為的部分 那但是影片的真偉 除了身為的判斷以外 也有其他的這個造假的問題 喔好知道 我懂你意思 所以D-FAC的部分是或不是啊 不是 D-FAC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嘛 有可能有其他造假 但是你第一階段 先針對AI生成D-FAC的部分去了解 所以它是一個D-FAC AI的影片嗎 D-FAC的部分 我們也是因為 它也是證據的一部分啦 所以我們就整個 我們一同送給了 可是如果是假的話 你如果是真的 我們在選舉期間遭受到 我們重要的政治領袖 被D-FAC AI攻擊的話 那應該是一定要像國人知道 這麼嚴重的情況 那可能涉及中共界選 可能涉及更多的問題 這個是屬於 因為我們在講偵查不公開的時候 它裡面還有包含一個部分 如果對於社會有重大影響的 應該要做適度的說明 而不是不做說明 這個是在偵查不公開的例外的條件 所以我想要請問說 按照您的意思 我剛剛聽起來是說 針對D-FAC跟AI調查 發現沒有D-FAC跟AI的問題 但你們還要去了解 還有沒有其他造假的元素 像是這樣子 我的解讀有錯嗎 就是說除了這個AI D-FAC的檢測部分之外 那假官也要求我們來做 要求我們的見識科學處來做說 它這有沒有被造假的問題 那你們調查的又如何了 第二階段 我們不適合只救單一的證據 然後立刻對外公布 可是因為你們調查好久了耶 對 因為案件是在假官的手中 那這個部分 可是調查案件在檢察官手中 可是調查真假是在你們手中啊 對 我們是接受假官的指揮 我們來進行這個相關的證據 好 那這個部分我大概懂了 陶基裡面的人事酬庸 最大的元凶 就是鄭文燦 把桃園航空城 跟陶基公司 視為自己人事安插的一個禁卵 陶基公司的研究人員 叫做羅碧俠 所領的薪水 是等同於他們處長期的月薪九萬元 羅威俊 安插在人力資源處 月薪大概七萬多 這個薪水都不低啊 我們不能夠容許 民進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民進黨的派系 長期在寄生在我們這些公營機構上 然後害到我們 連國面的野面都盡視 陶基 它的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哪裡 就是來自於人事的政治酬庸 這句話說的一點都不錯 剛才我們特別提到 陶基公司由從2019年的時候 從13名變成 墜癌式的一直下滑到82名 在這個過程裡面 陶基裡面的人事酬庸 最大的元凶就是 現任的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大家都知道鄭文燦出生於桃園 所以他長期過去 把桃園航空城跟陶基公司 視為自己人事安插的一個禁籃 而其中有一個非常有問題的董事長 後來就是因為陶基 他發生非常非常多的事件 最後被罰關 其中有一名叫做董事長叫做王明德 他當時就是鄭文燦的桃園副市長去擔任的 可是後來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個的排名因為出包太多了 第三行下一直搞不定 然後呢他就離職了 離職之後 短暫的時間曾經由那個 也是交通部次長接任 現任的董事長叫做楊維甫 楊維甫雖然不是出生於桃園 但是他知道他的前身就是台電的董事長 楊維甫他有專業 他的專業是什麼 他的專業是土木跟水利 事實上楊維甫對於陶基公司的經營 他的表現他的成績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在2022年2023年陶基公司在全球排名 就是最挨勢的下降 所以楊維甫他就是一個政治酬庸 他並沒有相關的專業 好但是呢今天的我的重點來了 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 陶基公司裡面很多的員工非常不平 因為外界把陶基罵爆了 覺得陶基好像都很不行 好像都是在坐領甘心 然後讓我們盡失也面 可是問題是陶基公司 從當年的王明德他也任用他自己的人 到這幾年民進黨從來沒有放棄染指陶基公司 不斷地在安插一些人士 而且安插的人士都是月薪七萬元以上去起跳的 所以事實上在我選前 我就接到陶基公司的爆料 在這個事件之前 陶基公司就有人在跟我爆料 說在九合一大選之後 因為鄭文燦不是輸掉了嗎 然後繼續的去安插他的人士進入陶基 這哪裡是什麼SRFX 他根本就是三座焚化的 為什麼前延後寬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做法 原來我們的規定 這個陶科是不能容納這種產業的 但是後來經濟部他就用專案 用專案的方式 希望用專案的方式讓他們進來 開這個會的時候 鄭文燦前市長也在沒有出席會議 他在會議上並沒有發言反對 他在會議上就 這些人在我看來 在喬這個東西 然後開後門這群 就是桃園的賣香賊 當然是賣香賊 收了什麼好處 取得了什麼利益 做了什麼樣的交換 再來 誰帶來SRF 這題雖然不在我們的選區 但我一定要講 我要跟市長說一個故事 這個我最好的兄弟 他也曾經是我的助理 他的名字叫戴兆華 他是一個出身觀音的年輕人 年紀比我長一些 40出頭歲 他已經離開了 過世了 他是一個不焉不酒 不應酬的年輕小夥子 得了BMI 他從小到大在觀音長大 我們到今天都不知道為什麼 BMI會早上這樣子的一個青年 過去他三度參選觀音的議員沒有成功 但是他每一次參選議員 環保議題是他必須主打的議題 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最好最好的兄弟 今天我們如果不稍微花一點點時間 也關切一下觀音人的環境品質 甚至是全桃園的環境品質 我對不起他的在天之靈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梳理一下 這SRF這個場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兄弟戴兆華在2022年選舉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是候選人 他就講了那哪裡是什麼SRF 他根本就是三座焚化爐 這些很多的資料 是他當初彙整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希望 市府這邊可以好好來跟我們一起 梳理一下這件事 誰趕走了台積電 顯然不是張市府 誰帶來了SRF 我相信大概也不是張市府 我想看一下大家看一下這個流程 最早的時候包含正前市長 現在副院長前朝的時候其實當初也是反對的 因為那實在太誇張了 觀音是桃園的靈幣設施之都 三街、電廠、升職能中心 多了去 以前垃圾、大峽谷、陰陽海 那是一個環境受創最嚴重的地方 那所以當初市府當然會反對 因為他就是焚化爐 甚至修訂了圖管規定去完善規範 但是為什麼前沿後寬 據說是因為去年的12月16號 經濟部從上到下 要橫財過照 直接壓制這個桃園市政府 說我們用推薦的方式 市政府就應該要專案買單 去啟動了圖管條例的霸王條款 也就是經特案審核 足以認證有需求之各項 就把它塞進了我們的桃科園區 市長你覺得這樣的做法是好的嗎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做法 很奇怪的做法 因為原來我們的規定 這個桃科是不能容納這種產業的 但是後來經濟部他就用專案 用專案的方式 希望用專案的方式讓他們進來 所以在市政府立場表達反對以後 他在經濟部開會 用政策指導的名義 希望用專案進來 市長 這個政策指導對市府來說 是不是有蠻大的壓力 對 這個政策指導開這個會的時候 鄭文燦前市長也有出席會議 他在會議上並沒有發言反對 後來這會議紀錄就做成決議說 這個經濟部推薦 這些業者用專案的方式進到 這個 就進到桃科了嗎 對後來呢 後來在市府內部 經發局就上了一個籤 說經濟部有發了這會議紀錄 那麼請前市長確認 就確認了 然後他在會議上就寫如你 如你 如你 太重要了 我是覺得這些內部的文件 適時的公開一下 對 因為至少觀音人也有知情權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可能會給大家造成多大的災難 我認為鄉親有知情的權利 對不對 你看我們剛剛講台積電對不對 三月才做可行性報告 行政院是六月才核定 看了三個月 結果這個 你看十二月十六 就開了內部會議 十二月二十三就開會 十二月三十一第一家廠商的 推薦函就拿到了 所以誰帶來的SRF 當然是全朝政府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 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 一起健康下單吧